《健康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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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雖然他們都是嘗試 用他們的角度去問我 運動生涯是怎樣 想了解我的背景 但看到他們是一個小朋友 他們會用最真誠的一面 他們真的很想知道 你多一點 去問這個問題 健康餐單裡有甚麼 是你最討厭吃的呢 最討厭嗎 其實可能是菜 因為很多時候 只是白煞 變相真的沒甚麼味道 還有一些雞肉 因為每天吃 跟餐單是能夠 令我們的狀態 提升得快一點 但有時就會厭惡了味道 但為了想有進步 想成績有突破 我們都會去嘗試跟這個餐單 第一次參加的比賽是甚麼 嘩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小學二年級 其實就已經開始玩田徑了 數回手指 都來得數不到 可能是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就參加我的 第一次田徑比賽 我以前小時候是玩短跑的 慢慢到中學的時候 才接觸跳遠 將來會有甚麼目標呢 將來就希望可以 接下來達標去到 2024的奧運會 因為始終奧運是 四年一次最大的運動會 希望未來這一年 就可以獎到這個入場卷 你最感恩的人是誰 那又為甚麼會感恩他 我最感恩的人 其實是我的教練 因為我的教練其實跟我練習 其實已經有接近十幾年的 他除了在田徑場上 教授我的一些技術方面 其實在場外都教授了我很多 性學方面 怎樣去思考我的人生方向 其實他一直都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你相信自己 因為就算你有能力 其實不代表其他人會認同你 你覺得自己得 你知道自己一定會得 其實你應該應付每一個練習 也好每一個比賽都好 一定會做到 你抱著這個心態 所以所有事情都會排除萬能 當你遇到低潮的時候 其實是為你下一個高空作準備 我會深信每一次的失敗 其實都是累積令到你下一次的成功來臨